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粹回归自然的原味 在品质绝不让步的坚持下 舍弃华丽昂贵的包装 回归茶的本质 创造有温度的好茶 在日月坛的红玉红茶 它是利用台湾的野生茶种 搭配印度的阿萨姆红茶 两个节制而成 所产生的一个号码 代号叫做台茶18号 就是红玉红茶的来源 那为什么会配出这样的茶种 也是因为这边的水质 这边的地形很适合 做出这样的一个茶 它茶香 肉桂香 然后在喝入口的时候 它香气足 然后后韵也都不错 其实它的味道 比较不像一般的红茶那么单 那喝到这红玉红茶的时候 觉得它非常的有层次 就跟以前所喝过的茶类都不一样 所以当初就会选择这种茶来种植 采用自然农法 适用有机肥 人工除草 不喷洒除草剂 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种出心中坚持的天然好茶 基本上还是采一星两夜 可是像采起来 它的分量会比较少 公斤数会少很多 可是它只会好很多 变成是说还是以朝自然无毒的方向下去走 产量少一点没有关系 要吃着健康 然后我茶叶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我会以这个方向下去做这样子 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再分散荣药 然后该做的检验我们都会做 那消费者如果还有疑忆的话 我们其实很欢迎他们随时过来茶叶 让他看一遍 整个环境 然后也会带他到自茶场去看 就是完全很透明这样看 感觉很舒适 因为有机管理跟用化学肥的管理方式 我去到茶园的时候 那感觉不一样 因为是有机管理 所以他们底会比较重 猴韵的部分 台茶18号 基本上它就是要有破额 不过他们家其实特色都有出来 我们一般茶叶采摘完了以后 我们保存的时间是很短的 逆刻就要送到自茶场 那自茶场以后 我们要是赶快做一些尾雕的动作 尾雕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要做融脸 融脸完了以后 会变一块一块 我们开始做解块的动作 那我们的红茶 它是属于全发酵的红茶 所以做起来做法 确实会跟一般的乌龙茶 比较不一样 我们解块完以后 我们重新会再做一次 融脸的动作 然后再来做解块的动作 我们重新来回做两次 那完了以后呢 再开始我们做所有后面 整个制程的流程 在健康天然的前提之下 他们将红茶更夺得 今年度的ITQI比利时风味 绝佳奖三颗星荣誉 是整个南投鱼池香 目前唯一获得此殊荣的茶品牌 有创的经营理念很单纯 一开始找这个茶园 就是想说 想走无毒健康的理念 所以我们一开始 就不喷产农药 然后呢 每年定期的去做 所谓的农药残留测试 进而呢 想提升一些我们品牌的效果 因为果干外面其实都偏甜 然后有葱他们家的果干呢 则是没有添加物 糖分也没有 所以比较适合我们下午 这样当小零食吃 那他们家的方块酥 是用他们家的红茶做的 吃起来会有红茶的香味 搭茶叶也很适合 所以就还蛮喜欢他们家的产品 台湾的乌龙茶呢 真的是全世界有名 这个是绝对的 可是台湾的红茶 知道的人并不多 尤其是日月潭的红茶 那这种好的茶 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让全世界人知道说 台湾不止有乌龙茶 我们推广出去 让大家知道 台湾也有一个不错的红茶 是日月潭的红浴红茶 我们下期再见 台湾也有一个不错的红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